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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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SUPER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些 摺氣球的記憶本解法 在我上一部蛋黃哥教學影片 上面有提到一些專有的名詞 很多的朋友 私訊我說他沒有摺過氣球 沒有接觸過氣球 不太懂我上面說的是什麼 表達的是什麼 是什麼意思 該怎麼做 所以我今天拍一部影片告訴大家 氣球的基本解法有哪些 其實摺氣球跟寫書法一樣 書法有永治八法 點 橫 數 勾 養橫 撇 斜撇 那 這八種 摺氣球其實也是一樣 只有幾種結構去做變化 所以接下來我要告訴你們 氣球基本的結法有哪一些 第一個要介紹的是 單泡結 單泡結很簡單 顧名思義就是一個泡泡 叫做單泡結 單泡結可以連續做好幾個 可以連續做好幾個 單泡結的重點就是在你做每一個泡泡中間 你轉的方向要是一致的 如果沒有一致的話就會像糖果子一樣 你一拉 它的泡泡就彈開 我做一次錯誤的示範給你們看 如果 第一個泡泡 你往自己的方向轉 第二個泡泡 你往 反方向的地方轉 你手只要一放開 中間的泡泡它就會彈開 懂我的意思嗎 第二個 蘋果結 在我蛋黃哥的影片裡面 有提到蘋果結 蘋果結 就是 把吹嘴的地方 你往下壓 從氣球的中間 你去抓到你剛剛打結的那個結點 把手指頭抽出來 它會呈現一個蘋果的狀態 然後轉 三到五圈 手放掉 它自然而然就會卡住 這位就是呈現一個蘋果的樣子 所以我們這叫蘋果結 再來要介紹的是 熊耳結 也有人叫它耳結 熊耳結 熊耳結 在剛剛第一開始講到的 單泡結 先轉一個泡泡 把泡泡捏起來 來 轉一圈 兩圈 三圈 這就是熊耳結 這就是熊耳結 它在做一個 它通常是做一個轉折的地方 轉折 熊耳結 好第三個 熊耳結 就是這麼做 熊耳結 熊耳結 剛剛忘了提到 環節 一開始 單泡 你弄長一點的話 它就會變成是 一個環 這樣子就叫做環節 再 再來第四個 第四個 雙泡結 雙泡結顧名思義就是兩個泡泡 所以你做兩個單泡結 兩個單泡結 把兩個單泡結再轉在一起 轉在一起 兩個單泡結轉在一起 它就是雙泡結 雙泡結 接著一樣的道理 我們做一個三泡結 可以做長也可以做短 三泡結 我們先做第一個泡泡 第一個泡泡 然後第二個泡泡 第二個泡泡 先把兩個泡泡轉在一起 接著我們做第三個泡泡 第三個泡泡 第三個泡泡 這個時候把它串在一起是一個重點 兩個泡泡已經串好了 第三個泡泡穿過兩個泡泡的中間 你可以用轉動的方式 讓氣球穿過去 這樣子三個泡泡 它就會串在一起 這就是三泡結 那一樣的道理 如果我們要做四泡的話 我們就再轉一個泡泡 再轉一個泡泡 把這三個泡泡 跟這第四個泡泡 轉在一起 這就是四泡結 就是四泡結 其實氣球就是簡單的這幾種解法去做變化 大部分的造型扣掉一些特殊的技法以外 這幾個解法 就可以完成大概七到八成以上的作品 你看到的作品 全部幾乎都是用這幾個解法去完成的 所以這幾個解法如果你都把它學起來的話 原則上大部分的造型應該都難不倒你 所以這幾個解法就是氣球基本的解法介紹給大家 謝謝